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4号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自由亚洲电台从华盛顿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民工讨薪出奇招 法院门前抄党章 二人被拘 大陆前高官声称30年内解决台湾问题 王康谈文革时期的报名政治 继江西南昌铁路局两位员工在新婚之夜抄党章 医院领导带头抄党章 兵防战士巡逻途中也抄党章后 南昌又爆出 民工在法院门前抄党章讨薪事件 瞬间引爆网络 关注劳工维权的深圳现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刘开明告诉本台 工人们摒弃了激烈的诉求方式 这也是底层智慧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为艺术 首先都是非常有创意 叫很多地方都有抄党章 我们终于看到南昌铁路局有一对新闻复述抄党章 所以在网上很火化 那么这个也引起很大的议论 这些民工因为他们主要是托兴工作 那么他们就在江青高院的门口 这个抄党章实际上也就是要高院要按照党章的要求 对于为人民服务的那种承诺 所以这个行为艺术都要有创意的 但据官方媒体江西网表示 在其法院大门前的民工超党张行为 是江西干婆置业有限公司 为逃避债务雇请民工进行非法闹访的活动 两人被处以治安拘留 中国高考减招引发的抗议继续发酵 继江苏、湖北后、河北、浙江、河南等地的家长 也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根据海外参与网的报道 5月22日 河南、郑州、洛阳、安阳、焦作、商丘等地的学生家长 纷纷到各地市政府进行抗议 要求教育公平与高考平权 23日 郑州的学生家长继续聚集在二期广场抗议 河北、浙江省也都出现了家长上街抗议的情况 河北学者史宗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此次高考减招事件之所以会引发诸多抗议 是因为长期以来高考不公平 已让人们积累了太多的不满 这个高考不公 非常的不公 已经唱起几零下的猫队 面见几零了极大的怨气 谁只是怨气的一个发泄 是一个宝发 我就感觉中国教育推翻的问题 非常严重 非常光泛 非常深刻 中国的孩子们太苦太苦了 内蒙古巴仁卓尔乌拉特中旗 大约上百名牧民 不满草场备战 房屋遭强拆 5月17日到其政府请愿 遭到特警镇压 多位牧民被公安抬上警车带走 以下是乔龙的报道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 约100牧民 5月17日到其政府请愿 要求归还 被干部非法占据的草场 并落实安置房 遭到其政府出动特警镇压 一位蒙古族人 5月1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公安虚感牧民殴打 拒绝离去的请愿者 5月17日上午 内蒙古巴仁诺尔乌拉特中旗 部分失去草场的牧民 到其政府 要求归还牧民牧场 遭到警察武警镇压 很多牧民被逮捕 另一位牧民告诉记者 牧民的房屋被拆后 无处安生 于是要求政府提供安置房 但迟迟没有下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四川512汶川地震 遇难学生家长 因不满政府官员 违背当年的承诺 拒绝为第二胎子女 提供生活自助 而到绵阳市政府请愿 同时要求政府调查 复兴二小校舍 是否属于豆腐渣工程 5月23日 桑军、皮开健、陈学斌等 9位家长 被公安已涉嫌 扰乱社会治安 带到派出所扣查 近10个小时才放人 24日 十多位家长再到 绵竹市政府信访办请愿 要求与市长见面被拒绝 死难学生家长 皮开健对记者说 家长们希望 政府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六四事件 27周年香港支联会6月4号晚 将在维园继续举行 烛光悼念晚会 支联会星期一召开记者会 强调20多年的 维园烛光悼念集会 才是香港对抗中共暴政的 真正本土 有心悼念六四应该来维园 请看陈盘的报道 支联会将今年六四晚会的主题定为 平反六四停止滥捕 届时会有中共六四屠杀的见证者 上台讲话也会播放天安门母亲的录影讲话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估计 集会人数将超过10万人 他强调若有心调念六四应该来维园 因为这是香港人值得骄傲的本土运动 做这二十几年来的努力 烛光集会游行 我们还有很多悼念的活动 最重要的是保持着历史的真相 向权力来说不 这个香港人的勇气 也都是代表着我们香港的专业和骄傲 所以这些东西和本土的利益 绝对是不矛盾 这也就是彰显着我们能够好好利用本土 香港这个空间 这里仅有的自由 来说出良心的说话 我看不到这种我们坚持核心价值的行动 会和现在很多人所说的本土的意识 会有什么的矛盾 整理会秘书长李卓人也呼吁香港人 今年一定要出来参加六四主观晚会 因为如果我们根本大家看到 就是根本整个香港的民主 或者整个香港的社会的体制 就被个专政政权在那里打压 根本从个本土的角度去看 我们觉得火烧去后欄 就是支援中国的民主 火烧中共政权后欄 是对我们香港本身 就是个本土的利益是最大 所以我觉得是其实反而 大家如果从本土的角度去看 更加要来集中烛光 去控制中共政权开枪 更加是本土的 支援会还将在本星期日下午 发起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 下午三时由湾仔休顿球场 游行至中年办门外进行抗议 特业记者陈盘香港报导 前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 及前海协会副会长王再熙扬言 台湾议题必须在未来三十年内解决 否则可能上国际法庭仲裁 台湾国防部表示 对此不予置评 请看夏小华的报道 周二是蔡英文政府的国防部长 冯世宽立法院被寻处女秀 一上场就被国民党级立委 紧咬抓她对台独的态度 这位赌姓民间信仰济公 曾任公庙主委 更曾护中国大陆近乡的国防部长表示 她个人不支持台独 也没听过蔡英文总统说要推动台独 但绿营立委追问冯世宽 会不会因此不保卫台独分子 还纠正她说 总统没有说支持台独 也没有说不支持 为什么部长不说保卫全体人民 或是全台湾2300万人就好 应该说回不支持台独的说法 冯世宽则改口感谢立委提醒 还滑头地对立委说 你早教我就好了 国防部代理发言人 陈中吉24日例行记者会被问到 国军对台独立场支持与否 既定政策及态度有无改变 陈中吉说 在这里强调这个我们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第136条第138条及国防法第6条 那么中华民国陆海公军 应该超出个人地域党派 要依法保持中立 那么国军是国家的军队 不应宪法 服从三军统帅的领导 保护全体的国民 捍卫领土的主权安全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的立场 这个并没有改变 媒体追问 国防部长对台独的立场反复 是否可以代表国军或是个人的发言 陈中吉重申说 首先这根本就不是 什么可以争取这个问题 刚才已经讲了 所谓的服从三军统帅的领导 但是前面是在宪法的架构之下 宪法架构之下 然后依据宪法的程序 所产生的三军统帅 这就是我们国军必须要去服从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陈中吉再度被追问他口中 所谓的宪法架构的台湾定位 是否为一中个表的中华民国 陈中吉措辞转为强硬 强调不容曲解 他说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针对中央社报道 前海协会副会长 也是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再希 公开指出 台湾问题应该在30年内解决 否则可能被提上国际法庭仲裁 并扬言蔡英文若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 大陆可能采取政治上分化 军事上威慑 经济上融合 外交上布局这四大对台策略 王再希强调 中国军费开支已高于台湾15倍 军事装备质量飞速发展 中国大陆要有战略自信解决台湾问题 对此 陈中吉回应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的行政院卫生福利部长林纠炎 率团参加正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再次台湾获得的邀请函上强调一中 也使得两岸代表团的互动格外引人注目 24号 两岸官员在会场外巧遇 林纠炎与大陆卫生和继生委主任李斌 短暂握手寒暄引发关注 请看黄春梅的报道 前往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 台湾卫生福利部长林纠炎 以往年惯例 以中华台北名称列在WHA观察员名单 并且以林纠炎的正式官衔 卫生福利部长称呼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林纠炎认为台湾并没有遭到打压 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团 从前两天的零互动终于有了转机 在场外握手不期而遇 如果两岸代表团没有机会进行双边会谈 这将会是自从2013年起 每年都在WHA期间进行双边会谈的惯例宣布中断 恐将成为两岸中断交流的警告扶上台面 前往日内瓦参加WHA的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进行网络连线记者会提出他的观察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 中国大陆其实在他们发言的时候 也没有去特别提到关于台湾的部分 林纠炎部长其实是有提到说 跟中国代表的碰面 其实会类似跟过去的一些方法一样 就是以这个巧遇的这一种模式来见面 所以我想这个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接着是不是会用这样子这个非正式的巧遇的方法 这一次台湾参加WHA邀请函里 特别遭到辅助一中原则 也被视为是北京对蔡英文新政府的下马威 要把台湾框在两岸一中的架构下 除了朝野立委之外 台湾一届联盟也前往在联合国欧洲总部 万国公前拉布条摇旗抗议 林纠炎将在25日以世卫观察员身份 上台发表五分钟演说 台湾一届联盟呼吁 林纠炎在自我介绍时 要明确表达抗议 揭发中国大陆在国际场合屡次矮化 打压台湾的蛮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和蒙藏委员会 共同推出一项 精选120组藏传佛教文物藏品的特展 将可一睹难能可贵的藏文《龙藏经》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在台湾 国立故宫博物院及蒙藏委员会 举行阿玛尼巴米厚院藏藏传佛教文物特展 以藏文《龙藏经》为主要的展建 搭配其他的典籍书画 法器 金铜佛等文物 精选120组藏品展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表示 这次藏传佛教文物展精品尽出 这次藏传佛教文物展精品尽出 修学工具 与汉传佛教并称为大圣佛教的两大支派 而藏文《龙藏经》是清朝的孝庄太后 闽康熙皇帝派人用尼金抄写而成 经文字体静美 经版画有不同的佛像共756尊 经衣织绣华美及图书制作工艺之大成 故宫文献处副处长胡敬兵说 照藏主的传说 当时在西眼五世纪中殿 当时六字云咒还有一些佛经 他从天上降到当时的西藏国王的皇宫 那藏主就认为 这个是佛教传入西藏的开始 照佛教 藏传佛教来说 只要听过 看过 念过这六个字 都能获得很多福德 阿玛尼巴比后是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 在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区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中国文革发动50周年的纪念日刚刚过去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就应该停止 我们制作的文革50年反思系列 本周将播出本台记者北明 对旅美中国独立学者王康的采访 采访分两集 分别讨论文革中的暴民现象 以及文革期间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 今天请看第一集的下半部分 我还想问您这个问题 就是毛泽东认为他一生中啊 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 这是他晚年说的 第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 第二件事呢 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也就是说 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一生政治生涯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 作为他一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位置来论述呢 文革某种意义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作品 远远超过他所说的 把蒋介石国民党打到一群岛屿上去了 您的意思是说是他的首创 对 毛泽东是个知识分子 是武士之子 毛泽东一直有一种 从思想文化上 根本改造中国 改造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愿望 这种愿望极其强烈 终生不变 到文化大革命 是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的一个总的表露 总的一个表达 那么这种思想 简单说就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有害思想 有害思想最有害的就是法家思想 寻止张扬以思 什么生不害这些人 最厉害的是秦始皇 秦始皇是法家的极大成者 秦始皇的名言就是 我是始皇帝 传则二是三是万事无穷 这句话对毛泽东的影响应该是根本性的 毛泽东后来培养千百万无成家 以及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因为这个是百年大计 千年大计 万年大计 这种思想直接来自于秦始皇 文化革命当中的法家的那些典型的思想 比如后军博古 中央集权 严刑俊法 连作制 粉术坑主 那文化革命全都有 第二个就是清代以来的 本来很正面的 就是梁启超先生的 新民说 梁启超认为要 必须要新民 这是大学的一个基本思想 才能根本地改造中国 但是用什么来新民 用什么思想来教化人民 毛泽东根本不一样 你说新民是新旧的心 新旧的心 大学知道在于新民 在子于至上 那句话的意思 毛泽东最有害的是 想来自西方 一个是两个德国人 一个是鲍尔森 他学的能力学原理 鲍尔森有三条基本的主张 非常能够启发毛泽东 第一就是 我是宇宙的中心 第二就是 我只对我这个时代负责 之前之后 我一概不负责人 第三 破坏是宇宙的最高法则 旧的民族 国家 世界 乃至宇宙都必须破坏 才能重新来过 所谓大破大立 当然 马克思是根本地改造了 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德国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说得很清楚 共产党人必须用暴力推翻 现存一切社会制度 跟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略 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马克思是从 不是伦理学 是从历史哲学 世界观 人类的终架价值 为这个造反流血 革命 提供了所谓的科学的合法性 然后两个俄国人 一个列宁 列宁通过一场所谓的这种武装政变 这个占领了俄国 然后用这个党来改造整个俄国 更要命的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把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 推到了这个巅峰的程度 毛泽东就是把斯大林的这种 个人崇拜用过来 然后把他的这种人民崇拜 两者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 所以毛泽东自己晚年说 他是秦始皇 马克思加秦始皇 就是东西方两大最有能量的 最有破坏力的 最有破坏力的 这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确实是 中国和西方的 破坏造反革命毁灭思想的 极大成者 对于中国人精神道德方面的影响 受苦受难 意味着人格高尚 贫穷意味着真理在握 少数人的意志 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 共产党革命初期起家时候 坚持的一种价值 但是呢 文革呢 已经全民参与的文革 已经证明了这种价值的荒谬 而改革开放30年 全民向物质追求 已经导致这种价值的破产 可是文革50年过去了 我们回顾文革 多见人们 控诉文革 诉说自己在文革当中受到的破坏和苦难 少见人们反思自己在文革当中充当的那个打手的角色 反思自己的过错 你看 二战之后 德国 德国人 从民间到官方 一致的反思 二战的这个起源 年轻一代 追问上一辈 你们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 五十年过去了 为什么人们都不能够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 而总是在说自己是受难者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呢 文革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他的思想来源有中国传统的东西 他也有现代的 尤其是西方的 有两方面 我说一下 一个是法国大革命 毛泽东在文革革命经常提到巴黎公社 1967年上海多权 一月风暴 上海就曾经被称为东方的上海公社 这个巴黎公社是1871年爆发的 成立的 它是法国大革命的这个余波 他也说法国大革命当然以自由平的博爱 口号 它扫出了法国和欧洲的封建残余 同时它就建立了一个雅各病专政的恐怖统治 就是人民法庭和群众专政 这个里面直接的影响了文化大革命 比如人民专政 人民法庭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 可以抄家 可以批斗人 可以带高帽 可以游行世界 甚至他们发明了断头台 在巴黎的断头台 有7万多人走上断头台 包括路易十六 包括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本人 包括大批的无辜的民众 这个法国大革命 它的思想来自于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主要领袖是 毛泽东信念时代深受卢梭的影响 卢梭对毛泽东影响两条 第一就是人民主权 公义所谓的 抽象的庞大的 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志 叫公义 而不是个人的 不是具体的 第二就是 卢梭认为 改造世界必须改造人性 而改造人性必须从小孩抓起 从娃娃抓起 五岁的法国小孩 到五十岁以下的 所有人必须接受 严格的改造教育 文化革命就是以大中学生 甚至小学生为迁岛 为先锋 毛泽东也深知这一条 成年人根本无法改造了 当然 世界观已经形成了 所以青年学生成为文革的 红卫兵造反派的 迁锋队和主力军 在另外一个思想来源 就是俄国的民粹主义 刚才提到巴金 俄国的民粹主义 它主要就是歌颂土地 本来又很健康的东西 歌颂农民 同情贫穷 憎恶那些贵人 憎恶那些精英 比拨财富 总而言之 就是对贫穷 对受难 对不幸 才去同行 这个本来又是它的正义性 但是呢 它在政治的诉求上 它就希望一种为民做主 他们最盼望的就是 好的一个皇帝 一个英雄 沙皇 来做他们的父亲 来完成他们的 所谓奇里斯马斯的 这种上帝一样的人 把代表他们 直接表达他们的这个政治诉求 那么中国人不反思文革 中国是从来是包括儒家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不反思文革 反思文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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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思到自己的自我忏悔的人 一亿人参加 怎么会没有人忏悔 中国的这个民粹跟俄国还有很大不一样 中国的民粹 尤其是毛泽东方欣赏的民粹 主要是一些强盗 一些杀人越货的这些流寇 形容的杰出代表就是道治 他有一首诗提到 庄桥道治流域后 更成王奋起辉煌月 这个道治就是一个横行天下的人 他有九千信徒 他经常就是吃人心肝 他在中国历史上是恶魔般的人物 是文明的绝对对立面 但是在毛泽东的眼光里面 道治所代表的就是中国底层 中国农民 中国的那种造反的这么一个代表 道治强盗的道 所以中国的民粹主义 跟俄国的民粹主义还有所不同 不管太平坚国 义和团还是文化大革命 它都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暴民 马克思曾经说过 太平均就是中国人在恶魔当中 所梦见的那些魔鬼 只有中国才产生这种魔鬼 马克思这句话不是对中国的污蔑 真是如此 从道治到太平坚国 到洪秀全 到义和团 到毛泽东 他们都是恶魔般的人物 他绝不是一个正常人 文化革命结束 不是真正靠人民的力量 文明的力量 而是一批老的官僚 他们处于私利 他们要捍卫毛泽东 好像没有毛泽东 他们的合法性 就不存在了 那么毛泽东没有得到 基本的批判 揭露 那么文革的主要罪状 就拿不出来 一直到现在 人民必须在事实真相面前 他们才能够认识这个罪恶 这个黑暗 他也才能够产生 这种良心上的这种忏悔 和这种认罪和道歉 就像南非一样 事实真相是第一位的 审判是第二位的 和解是最终的目标 中国在现在为止 文革的真相根本不清楚 巴金说建立文革博物馆 说了四五十年了 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 不仅不能建文革博物馆 而且文革仍然是中国的一大禁区 您这个回答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还要补充一件 就是说我说中国民众没有反思文革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我知道前不久 大概两三年前 中国民间出过一本书叫 我们忏悔 就是知识青年 全是当年的知识青年 很有名的都是一本书 我们忏悔 每个人忏悔 每个人检讨自己的过程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另外个案 陈毅之子 他有一个在网上的一个检讨 自我检讨 当然了他检讨的就是说 他当时是文革武斗的时候 红卫兵武斗的时候 他是领导 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他站出来了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文革 对于当今的这个关系 这个我记得马克思 在波纳巴5月18日 那个论文里头 曾经引述过黑格尔的一句话 他说举凡这个大义 举凡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都会在历史上重复两次 他认为第一次是悲剧 第二次是闹剧 那么文革过去了50周年了 文革至今呢 我们知道检讨反思 这个回顾远远不够 我就想问您 中国有全民参与的 这种文化大革命 有没有任何可能 有没有任何可能 落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 这个预言和陷阱 虽然人们已经多次 问过这个问题 我还想在这再问一次 是 这个黑格尔 马克思这个 路易波拉巴 18日 这个5月18日 这篇文章 因为黑格尔的观点非常重要 比那个什么 塔西托陷阱 什么修西斯的 修西底德陷阱 更重要 中国现在正在掉入 黑格尔 马克思的陷阱 就是一切历史事件 都会出现两次 悲剧和闹剧 现在中国的文革 会不会出现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2010年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2010年的6月30号 就是7月1号 共产党的生日的前一天 他在重庆的奥林匹克中心 举行12万人的红歌大表演 全国来了108支自发的红歌队 来参加 全国都有 新疆都有 连基辛格都被请去了 这个是2010年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 前几天 有一个团队 在人民大会堂表演 唱的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 登堂入室了 全是文化大门的歌 东方红 大海航靠舵手 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 文革的图片都在上面 文革会不会发生 中国的底层 毛泽东当年搞文革 就是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中国确实出现了 某种资本主义 但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 健康的 合法的资本主义 而是权贵资本主义 或者国家资本主义 或者封建资本主义 不管是什么资本主义 他就给毛派 或者底层的民众 一个很大的一个口识 毛泽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发动了文化大门 那么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了 所以中国完全有必要 把文化革命继续往前推进 事实上在中国的底层 因为这个两极分化 因为这个贪污腐败 确实有长期的 有强烈的不满 他因为共产党拒绝搞这个 民主宪政的道路 所以人民的诉求 无处表达 两极分化也好 贪污腐败 无法解决 所以留下来就只有 一种文化革命的道路 从中国底层的情绪来看 很多人都想搞文化革命 但是肯定中央 中共高层绝不愿意再搞一次 我想习近平也绝不愿意再搞一次 但是中国如果不把毛泽东 这个始作雍者 这个最大的野心家 这个阴谋家 这个大的暴君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 这个责任人 把他揭露和批判的话 清算 一旦中共中央或者上面出现了一个 毛泽东式的人物 哪怕能量没有这么大 那么就会完全和底层的 这种文化革命的这种愿望 结合在一起 文化革命第二次出现 不是不可能的 好 王康先生 谢谢 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儿结束 好 明天的亚太联播中 我们将播出 北明对王康采访的第二集 文革期间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 请到时收看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景轩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浏览更多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六四事件27周年纪念日马上就要到来 为了纪念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日子 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电视 想邀请在海内外的中国年轻人录制视频 就六四事件发表您的看法 您可以谈谈您是怎么知道六四事件的 您所了解事件的经过 您的疑问 以及如果您有机会与习近平对话 您想跟他说什么 请把视频限制在两分钟以内 如果用手机录制 请横向录制视频 并把视频发送到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 谢谢您的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